连日来,记者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多个城市,不少北上发展的香港青年表示,大湾区市场庞大,港澳加上广东九座城市的产业配套措施齐全,更有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扶持,立足湾区,大有可为。 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,香港青年于广涛正在介绍公司为解决城市有机废弃物的处理,打造绿色循环经济提供的解决方案,现场展出的昆虫幼虫及有机肥料样本吸引了不少人驻足。 于广涛表示,在大湾区,深港两地政策融合配套,为香港青年创业提供了许多便利。 在大湾区域上,香港政府有科创基金,我们可以去申请,然后我们申请到香港政府的科创基金之后,深圳政府也会配套相应的科创基金给到我们。 这样我们等于有两边的支持了,而且还在科创基金的使用上,两边政府也做了很多沟通。 原来香港政府,我们申请的一些科创基金很难出境,就是很难跨境过来使用。 在惠州仲凯港澳青年创业基地里,王博东向记者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可折叠风潮一体式环保包装箱。 这项设计旨在解决二次包装,减低碳排放,目前公司正在申请美国、越南专利,目标是把中国设计专利推向世界。 而是香港真是靠金融服务业为主,好像我们不是读这个版块的, 那确实国内机会会相对比较多,那也是随家人来,看一看,走一走,望一望。 是我在17年碰到这个机会,我觉得可能会是我自己出来真正创业的一个不错的机遇。 今次,今年,这两年,碰上大湾区这个机遇,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机会。 如今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港澳青年,他们正在不同行业绽放光彩。 而创业之外,过河就业也正在成为香港青年的新选项。 他们在大湾区各行就业,搭上大湾区发展高速列车。 在深圳市的一家首绘科技文化有限公司里,团队员工有近三成是香港青年。 据该公司CEO魏博介绍,按计划,接下来还会有一百余名港澳青年到期公司就业。 香港青年的特点是,国际化事业比较强,他们这边普遍中英文能力都很强在这一块,对于一些西方的文化呀,对于中国的文化都比较了解在这一块。 但他们的弱点就是,他们可能经历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,他们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。 香港青年郑家豪,2017年毕业之后,应聘了该公司的人事专员职位,目前在公司里已经达到终极人事专员的水平。 首先深圳提出一个先行试验区,它是一个发展前的极大的一个政策,这是香港所不可比拟的。 因为这边给的对港澳青年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大,从就业支持以及交通补助,还有人才方的提供,可以说是从方方面面都完善了港人在此的生活工作,所以这次港人的吸引力度特别的大。 随着粤港澳三地不断进行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,郑家豪称,身边不少香港朋友也都想到内地城市来发展。 数据显示,今年1月8日香港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以来,截至4月7日,已有275间企业提供与2000个职位空缺。 求职人士在计划专题网站提出共5727个求职申请。